我也想說回有關陳長先生說 在這段時間是言論自由、示威集會自由 是被警方打壓剝削的 這個其實是很清楚看到的 11日的時候是清楚看到警方 將鐵馬推辰20多公斤外 是不讓我們去掩蓋中聯發的 其實我們社民連有千多個會議 但是出來一個遊行示威 見證這個示威遊行的情況 大概是200多年左右 我覺得實在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作出一個討論 是說要用抗爭去看清楚這個遊行示威自由 有沒有被Mosser打壓 實在是要靠市民身體的勤力 不是說可以在這裏說 因為我知道市民是真的怕警方打壓 現在香港警方是不為特區公安的 但是面對這個打壓 我們是無懼的一定要去 管出一個無懼的精神 就算我們是被抓 就算他是告我們行為不檢或者是襲警的 我們都要走出來 雖然我們不需要走到最前 但是我們一定要私下給這個特區政府 和中共中央政府 我們表達我們的不滿 我作為這個社民的立法會議員 在這個十月一號 我們去這個中聯辦示威 被警察用吳招噴霧煎敷了之後 我就寫了封信給這個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選舉遊光 就是要求在服會之後 第一次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其中有一個議程 就是請警務處長 就是鄧景成 是保安局長 來這個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我要問他 為甚麼警察可以濫用吳招噴霧 因為劉光華 新的一 我會團 就不是他做這個 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陶謹申 現在陶謹申就被覆我 那我猜 我猜 他應該會答應我這個邀請 將這個 就是我提出的問題 擺下最新一次的議程 那你的意見 或者很多我們的朋友的意見 我們都會在那個 每個年反應的 就是 他噴得我們胡椒噴霧 那我當然會在那裏支持他 當然我胡椒噴霧 噴了就噴了口水 那這個就是一個辦法 起碼在電視上讓他們樣子壞 這個我們已經做了 但是以後類似這些公民抗命 或者和平抗爭 我們都盡量是非暴力的 那你才顯得他醜怪 那天你看看畫面 警察爬上來噴的 胡椒噴霧就是 你走過來 你踢他 對他構成一個威脅 他才噴你的 他挺多來噴 結果就噴到他們兩個夥計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警察 現在開始 就是 他不是淪迴公安呢 這個是上代驗證 但是至少 你走過中年八 就不可以亂來 我們剛才跟他講數的時候 很清楚的 你告訴我 是不是官才不覺得 他不是拜見物體 還不可以 我是不是官才不覺得 他不答你 那答案就是 官才不舉我 就是比較好 就是 他如果答我 即是說你做了 如果警察都打手 他就不答你 但真相就是 公權不準確 所以我們會在立法會裏 裏面是製造的 最後一件事 還有誰 聽過幾多黨者的發言 大部份都同意 只不過其實是有一個反省 尤其是在香港 我們現在可以生日得這麼安穩 我們可以坐在那裡聽 例如是喜波羅鳥 這裡三個 有兩個都錯過共產黨 那個監獄那個環境 是真的難以接受的 我相信可能是屈了四棟牆 然後是那種被人休克窒息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當有些人 可能有些是支持者 有些是反對我們 人家去為你們爭取自由 要承受一個這樣的代價的時候 你們還去試他們的時候 那我覺得也真是很過分 坐牢的知味是不好受 你問我可不可以好像劉先生 或者秦祥那樣去坐牢 我真是不可以 即是不可以接受 還有你現在中國有這樣的問題 官島啊 貪污啊 豆腐渣公廷啊 那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中國有這個民主法 你雖然都有貪污 但是如果中國有民主法的話 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哎 胡錦濤做了 所以回去 所以 時間又行了 這樣 那我今天都說了這麼多 就是希望大家反省一下 人家敢做的事 你敢不敢去做 我們其實是很了少的 其實是這麼多 我相信 大家這個民產黨 有真行 甚至不利 對於控訴 其實都是作出這個 我會知心雜誌支持的人 大家都不會講到這件事 我們是希望的舉策 即是忠告也好 所以我們先這樣 要規定他們的意思 對不對 還有呢 如果呢 我先問一下 如果呢 如果呢 就是這個制度都不好 那台灣呢 又不會 你真是派 即是連收了台灣之後 會被民主的 那其實會不會 即是靠層呢 對香港呢 即是不會 即是靠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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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靠層呢 就是靠層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都值得大家思考的 我們過去都講過很多事情 真的要靠自己 對不對 我們要爭取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百分之一百的民主 對不對 我們 現在要求 這個特首是一人一票主舉 產生了香港的 60個認識都是可以選的 他一定要靠大家繼續努力 雖然現在他定了一個時間表 主黨又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但是我們也要繼續 特別是那些年輕人 我們都要涉而不捨 首先在未來兩次選舉裡面 教訓那些求共的人 OK 教訓那些 葬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 OK 希望那些年輕人 記得登記做選民 不要只割廣字 對不對 最重要是你先做選民 然後你才可以投票 是不是 那些票在你的手上 你才可以當家作主 對不對 OK